所以眉毛一吸嘛 没权力啊 有的人还挂掉 每天画 一出汗又没了 都没有这个 而且现在的人真的难弄啊 因为爸爸妈妈结婚的时候 两个人都整过容了 男的以为女的好看 女的以为男的好看 两个人都整容了 那么生出来的孩子难看得臭要死 那么老婆就说 你看像你啊 老公说 我怎么生出这种孩子啊 其实两个人都整过容了 因为基因没换 孩子还是很难看 所以告诉你们啦 外表再好看难看 没有用 心里要好 心地善良 外表也会善良 心地不善良 外表会很难看 明白了吗 所以过去说 人是相随心变 什么样的相 就代表你什么样的 这个这个 命 所以命相 相和命是放在一起的 如果你的相好 你的命好 你的相不好 你的命就不好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如果说 哎呀这个人明天肯定发财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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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给他拍 哈哈哈哈 他拍他以后 简介了 卢太长这一天 哈哈哈哈 所以 我跟你们讲很多的事情 就是人间的尝试 人间实际上最可怜的就是要靠自我调解 性情要靠自我调解 身体要靠自我调解 啊就是化妆也是靠自我调解 对不对啊 情绪靠自我调解 想不通要自己调解 想得通 你以为师父很多事情想得通的 我 跟你们第一次讲讲 菩萨跑到人间来我吃了多少苦啊 我逼你们苦啊 我想得通的 什么 没什么想不通的 想不通也得想通 想得通也得想通 不通就是不行 一定要通 通了就不通 不通就通 咱们一样对不对啊 笑笑吧 笑的灿烂一点吧 对不对啊 看看那些是鱼放下去的时候多开心啊 那些鱼放生放下去的活蹦乱跳的 看看把他们 你们知道到饭店里怎么死的吗 他不是用刀的 活鱼拿进去之后 他往地板上摔啊 把他摔死了 因为摔死的时候 他里面的东西还存活 然后把头啊再磷啊再弄 你想想看 把他摔昏掉一样 所以他这个鱼 就是这样 你还去吃人家呢 我们跟人结缘已经太多 还要去跟动物结缘呢 你们告诉我 脑子不是坏掉的 对不对啊 所以要记住 跟人结善言 就像今天晚上一样 师父跟大家 啊 场地这么漂亮 哎呀来来来 跟大家都结缘 他们外国人都跑过来说 You are a film star 我说我是 moving star 我跟很多人讲了很多话 就是说感恩他们 我每一个人都去感恩他们 每一个人我都跟他们讲 谢谢你们啊 你们给我做了很多 谢谢你们啊 你们帮助了我很多 我我整天的讲感恩的话 他们那些西人看见我真的特别感动 他们都觉得 这个马斯鲁真的是很讲感情的 实际上我就要是让他们知道中国人很讲感情 所以你这感情怎么开始讲的 怎么让人家知道你讲感情的 你要付出感情的呀 你要整天懂得感恩别人的呀 人家帮了你多少 你不能一点不开心 你马上就把人家好的地方都忘记了 所以台长经常跟大家讲 不要记住人家的缺点 要记住别人的优点 你就会拥有优点 开心是怎么开心的 开心是大家在一起才开心的 人是群居的动物不是独居的动物 你看狼跟人家合不了的 老虎跟人家合不了的 那些动物那些鬼喜欢单独行动 你们有看见什么鬼开大会吗 很少啊 你怎么看见你们就知道 但是人开会开心的 你看过年 不就是包个饺子吗 其实就是个热闹呀 回到家里大家 哦 来来来开心啊 热闹呀 又不是真的要吃饺子了 现在发达了 你说谁花点钱 跑到商店里去 随便买点饺子就吃了 还要想过去 过了年 一年再等个饺子吃啊 对不对啊 想一想啊 实际上是一种心啊 心态好的人活得长啊 心态不好的人活不长啊 心脏要崩裂呢 你知道心是什么 心是主机啊 汽车的主机啊 心脏不好 啊 你们知道吧 那个汽车外壳再好 也没有用 今天一个公民党 日本公民党的一个众议员 他是个国会议员 跟我好的不得了 哎呀他感动啊 因为我对他特别好 我买了很多东西给他 我就跟他说 他今天自己跟我说的 他说我们中国和日本这么近 我们的民族又 人民又这么这么老实很和爱 战争都是上面弄的 我希望我跟你一起 我希望你成为我们终日友谊的桥梁 我们一定要让我们日本的人民和中国人民这么邻邦 一定要友好时代下去 我们一定要怎么样 假的我眼泪都掉下来 你不要以为人家都是不好的人啊 要记住了 所以要改变他 他这种议员都是有力啊 有能力去可以弹劾那些首相的 就像这里国会议员 所以师父就很感动 我准备跟他做更多的一些合作 因为他们公民党不是那种安倍的那个党 是第二大党日本 他们公民党的前身是佛教 一个会的 你看看厉害吧 所以他说我们要用佛教的慈悲 我跟他说我们要用佛教的慈悲 一起来把中日关系搞好 把世界和平搞好 我们不能再战争再有 遗害我们的后代 因为一打仗就遗害后代 你们不知道 广岛到现在很多孩子生出来 没鼻子没眼睛 就是当年六四几年的辐射 到今天还没有菊光啊 所以不能打仗 我们要和平 你看西主席多有智慧 对不对啊 照要见了他 也是这样 这是一个我们需要和平的世界啊 这个世界不能不和平啊 这个世界家庭要和平 人民要和平 每个人都要和平 每个人都要慈悲啊 多想想人家的苦难 你就慈悲出来了 如果你天天不想别人的苦难 你哪会有慈悲心啊 你就想着自己我不舒服了 我不开心了 你凭什么欺负我啊 啊我在家里做了这么多 你就对我不好啊 我我我我我我我 我到后来门 自己把门放一关 在房间里 自己 闭门 然后呢自闭症 然后想不通了 拿出来 把门墙 自闭 自己把自己闭了 有很多人想不通啊 想不通 没智慧 想不通 就会有烦恼 什么想不通啊 几十年之后 你还有今天吗 几十年之后 你还会想不通吗 你今天的烦恼 你还会想不通吗 几十年之后 当你老妈妈的时候 你还会想不通 年轻的时候啊 你们现在会想不通 年轻的时候事情 早就忘记了 当年被 把人家甩了 痛的呢 难过的不得了 或者你被人家甩了 很难过 现在你想起来还会哭了 不哭了 因为你当时不知道这个 哈哈哈 自己有体会 自己有体会 所以 人 活在这个世界上 啊 就是要懂得 怎么样调节 调节 实际上是一门科学 调节心情 啊 调节自己的思维 调节自己的理念 把自己看的大一点 把自己看的小一点 不要把自己看的太重 把自己看的太重的话 什么东西太重了 都吃不消的 你口重的话 盐太多了 你这个菜能吃吗 这个饭能吃吗 你把自己看的重了 你不能活了 哎呦 人家怎么看我的 哎呀人家怎么说我的 哎呀我怎么样 天塌下来 有人顶着 你不是最高 死不了的 人生最大的事情就是死亡 只要不死亡 所有的一切都是小事情 所以小事情不要挂在心上 明白了吗 小弟听得懂了 我我我一看你图腾我就知道了 你被人家甩怪我吃 哈哈哈哈哈哈 他点头了他 我都不知道了 你这个人表面上又剃个头好像很时髦 好像像那种嬉皮饰样 那实际上你这个人 还真傻傻的 没脑子的 什么都记不住 对不对了 说好前面女朋友到高级饭店去吃顿饭的 最后把人家带到麦当劳 哈哈哈哈 麦当劳已经很便宜了吧 结果还在口袋里挖呀挖呀挖呀 挖出一张代用券 哈哈哈哈 就你这种人家要你啊 哈哈 那把你goodbye了 哈哈哈哈 这虽然这是我讲的 但是你在摇头 你在点头 可能真的是有过这个事情 哈哈哈哈哈哈 实际上做人啊 就是要 大家要发戏充满 要参与 参与 实际上你要记住 这个世界不是别人控制你 是你自己控制自己的 我问你 你找错人 嫁错人是不是你自己 身体不好是不是你自己 想不通是不是你自己 自闭是不是你自己 对孩子不好也是你自己 最后孩子对你不好也是你自己造成的 一切都是你自己 怪别人啊 有什么好怪的 对不对啊 啊 怕什么有什么好怕的 做的事情干干净净不犯法 怕什么 压力大 有什么好压力的 每个人都有压力 天天一输头发 头发一输 哎呀掉下这么多 马上就有压力了 那你怎么不想长出来的啊 哈哈 就像很多人一样 天天用钱了 你钱用完了 没钱 你怎么不说你赚进来的啊 那对不对啊 这种事情 所以今天晚上好几个老总 他们不知道怎么知道我 跑过来拉着我 我当场就要看头等话 结果还给三个人看 我给那个翻译看了 拉着我看两个 习主席的翻译啊 还能不看 看完一个 看完一个 还要看一个 还要看一个 他说 看了两个 还有面几个也是 我是谁谁谁啊 我说你是谁啊 那你有什么问题啊 我怎么怎么怎么好 是啊 我说你现在不好你知道吗 我就是不好来找你 你不好来找我 为什么你还在我面前上讲好啊 对不对啊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就像人的温度一样 一会儿高一会儿低 人的情绪 一会儿好一会儿不好 白天好晚上不好 晚上好白天不好 这有什么 这很正常的 一会儿想不通 一会儿想得通 那很正常的呀 为什么给自己过不去了 知道经常会这样 轮轮回回的嘛 就少轮回几次嘛 就好了 对不对啊 知道跟老婆吵了再厉害 恨得了不得了 第二天还得过日子 你这么大年纪的腿们又不好 又没人照顾 没人要你 你吵什么 已经老太太了 你还嫁人 你就臭乎了 孩子已经生出来了 不好也是你的孩子 好也是你的宅 不好也是你的宅 你又不能把他宅了 你只能把他养的 有什么办法 谁叫你生出来的 对不对啊 你看澳大利亚很多人 女人抽烟喝酒 你看看看 好了 生出来的孩子 痴呆 怎么办啊 妈妈痛苦啊 痛苦还要骂孩子 还打孩子 最后还被人家告上法庭 为什么 哎呀这孩子啊 怎么这个样子了 你不喝酒 不抽烟 孩子会出来这种基因的 听得懂了吧 这么简单啊 哪个孩子聪明不好 就跟爸爸妈妈 今天都有关系的 爸爸妈妈 有智慧念经 孩子就越长越聪明了 对不对啊 我告诉你啊 真的 真正有智慧的 爸爸妈妈 要懂得对下一代要好 那我们西里有一个老人家 山东老乡 那对不对啊 他 本来蛮好的 广东太太 我讲了很多次了 广东太太就会煲汤 他们喜欢吃 春饼啊 什么 什么拉面啊 饺子啊 吃这种东西 后来那个林学生 想留在澳大利亚 我们就开始跟他好了 这老先生 一看 他又能做春饼 又能做饺子 又能做什么 每天给他换一样 老先生开心了 哎呀 哎呀 好了 哎呀 哎呀呀嘛 被他老婆发现了 老婆一发脾气 滚出去 滚滚出去 滚出去 人家只能两个人好起来了 所以有的时候 所以有的时候 你咬咬牙 不滚出去 你滚下来干嘛 滚到下面 啊 所以 你记住了 啊 叫 要要 一个人要懂得 怎么样 来调解自己 啊 他太太如果当时 调解一下 我就不叫你滚 我就还对你好 你就不好意思 对不对啊 这个家庭就保护住了 你给我滚出去啊 不要你见了 一发一发脾气 好了 好了 结束了 没了 好了 当时这个房子在海边的 河边的房子 很贵啊 当时澳大利亚 一个 只有十几万 最多八万九万了 那个时候 后来啊 他那个房子当年是三十多万 已经很厉害了 河边呢 下面有游泳池啊 还有那个停车场 还有还有网球场什么很大的 我告诉你 都是我的好朋友 我亲历亲身经历过的 我已经提醒他了 我知道他要出事 我就那个时候我就跟他讲 我说 我就有意的指着那个星岛日报 不是每年不是有有运程吗 你就说啊 你看当心哦 你要有那个啊 家门啊 破裂之灾啊 什么什么 我跟他讲 抓糊涂啊 哦是啊 嗯 好了 最后一塌糊涂 最后这房子涨到六十多万 一倍 他以为可以离婚要卖 结果一万卖掉 你知道现在这房子多少钱 七百万 我不是跟你开玩笑 这个钱怎么去了 搞掉的呀 婚姻搞掉的 家长呢 破裂搞掉的 你搞来搞去家庭就破财了 所以家里不能搞 一搞就破财 人不能搞一搞就烦恼 财也不财用也不会来 所以一个人不能这样活在这个世界上 什么都不懂的 我告诉你们 真正懂的人 是稳得住自己 真正懂的人 是看得到将来 真正懂的人 就知道了 我已经很知足了 我不要再闹了 我不要再搞了 我不要再开玩笑